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 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 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 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 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 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盈磊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士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 当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 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你们是看眼前的吗 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 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 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 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 并不是要败坏你们 我就是为着权柄稍微夸口 也不至于惭愧 我说这话 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 因为有人说 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 即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 言语粗俗的 这等人当想 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 信上的言语如何 见面的时候形势也必如何 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贱的人同列相比 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 用自己比较自己 乃是不通达的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 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够到你们那里 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 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 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 传了基督的福音 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 分外夸口 但指望你们 信心增长的时候 所量给我们的界限 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 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 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 但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因为蒙月纳的 不是自己称许的 乃是主所称许的 旦官方的客人 只会让你承认 我用你去做什么 这 role 上一年 银月纳的 委员